大家好,我是Wenry 今天是4月1号 整整第一季度 前三个月就全都过去了 整个回首前三个月的状况 我感觉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 是让人感觉触目惊心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从四个方向 中国开始出现重大的这种质变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第一方向就是内政方面 内政方面出现这种质变 主要就是李强的权力被弱化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李强现在他大家看到了 就是包括两会的记者会也取消了 包括前段时间他应该和一些商界的 一些外国商界的人士见面 然后他也没有出来 最后是习近平带着他出来的 包括最近他的很多权力 大家陆陆续续的被什么蔡奇 被赵乐际给分权 他整个个人的存在感 几乎就没有了 而且最近还传出他的 好像他的一个妻子女儿的一些消息 又被人家拿出来 在传这些消息 整体上就是看到李强 他这个状态 我觉得几乎和去年的秦刚 包括李尚福很相似 只不过因为他的位置非常高 习近平可能还不能轻易去动他 但是他的权力已经被大幅度的弱化了 似乎说的夸张一点 就是可有可无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整个内政的质变 质变的具体表现就是什么 总理的权力几乎被习近平拿到手里了 习近平现在就是既要当皇帝 又要做宰相 这个就是在中国内政方面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质变 这三个月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事情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来好 经济来讲也好 对整个中国社会 中国民众来讲也好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习近平要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搞经济了 想一想 这个事有多可怕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什么都不明白 他都是什么 就是文革的那套思路 对不对 大跃进的那套思路 对吧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种状况 那你说他会把中国经济指向什么地方 咱们慢慢看 总之这第一个质变 我想我说清楚了 那么第二个质变是什么 就最近在网络里面有一个帖子 又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就说有一个私募圈子里面的一个大佬 他去参加了美国的英伟达的GTC2024大会 然后他形容这个大会 用四个词汇 群雄必至 场面宏大 脑力碰撞 精彩分成 然后他就说什么 说这一场又一场的会谈在连州召开 让人目不暇接 然后说这些感受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句 但是他最重要的心理感受居然是没有人谈论中国了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状况的质变 就是没有人谈论中国了 这是这个私募圈大佬他的感受 然后具体的一些内容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比如他讲中国的市场 他们居然都不care了 中国AI的状态 他们也都无视了 然后参会人员们几万人曾经在科技爆发 资本涌入 股市繁荣的盛景中 几乎没有人在关心中国话题 哪怕是做投资的 也没有人讨论A股港股了 偶尔听到的几句 还是在讨论如何尽快的离开港股市场 一分钱的资本都不留 大家看到了吧 然后呢 他的感受什么 第一次发现我们不是人家的话题中心 几乎没有人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 是如何与美国有矛盾的 也没有人关注这些中国人来到当地 曾经有过什么故事 具体具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成长经历 他有一种从舞台中间位置 突然被边缘化 被主流所演离的强烈感受 这个就是 我觉得他的这种感受 也是中国目前质变的一个状态 没有人关心你了 无所谓了 你爱怎么样又怎么样 你们自己玩吧 对不对 你们小岩高强 把强威起来 你们自己折腾吧 就这么一种感觉 核心的就是什么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 很平淡的一句话 但是很说明问题 很说明这种质变的状态 没有人谈论中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质变 中国 咱们再进入到第三个质变 第三个质变就是和外交相关 当然外交当中也涉及到 主要就是科技领域 这两天我也陆陆续续做了视频 但是我想把这个事情总结起来 再说一说 首先就是习近平和荷兰首相见面这个事情 就是说光刻机这一块 习近平亲自出马都不行了 你亲自来也白扯 对吧 你跟荷兰首相谈也不行 对不对 就是不给你 你能怎么的吧 这是一块 然后AI 美国这边 进一步限制中国 AI的芯片进口到中国的状况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然后然后就是一个质变性的一个东西 华盛顿美国提出来 要对中出口到中国的这些芯片相关设备的售后的服务和维护 进行限制 主要就是那些核心的非常核心的那些服务和零组件的那些服务维修的这种限制 那这一点几乎等于说是把整个中国这个芯片团灭了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整个温水煮青蛙的战略 战略走到今天真的是要烧到100度了 要出现打的这种质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看到从外交的角度 主要集中在这个科技领域的制裁这个方面 看到的这个一个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是一个质变出现了 他对于整个中国的科技 包括对中共的这种统治的这种冲击 都将是非常之巨大的 这个呢是我想谈到的第三个这个质变 第四个质变 就是在各种事情的最后之下 把整个中国经济不断的下滑 出现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指标 比如说股市跌破2700点 对吧到2700多点当时 然后呢中共用了非常这个不可理喻的方式 就是不让人家卖出的方式 勉强把股市抬到3000点以上 然后前两天又回到2900多点 这两天还在反复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反复的这种 就是说上下过程当中中共的那种煎熬 大家就可以看到股市是这样 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钢材价格 水泥价格 砂石的价格 煤炭的价格 都在大幅度的这个下降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整个这些经济指标不断的走 包括人民币汇率的话呢 去年就是汇率点贬了很多 然后中间有一些稳定 但是这两天呢 又又开始出现大的这种震荡 然后呢 包括房地产 这个就不用说太多了 整个房地产的这个状况已经非常糟糕 特别是我们也看到新闻在北京这一块 甚至就是说北京开始政府放开政策 就是离婚三年不能买房的政策放开 就是他不惜让大家离婚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不惜让大家进行假离婚 然后去买房子 也要去提振这个 就是说房地产市场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 潜于寄穷 或者说无所不用其极 能想的方法都想出来 要提振房地产 对吧 而且要看到就是说 有人就是砍价的时候 直接从750万 直接压到350万 等等吧 就是这个经济啊 他整体才出现大的这种质变 那么我们能从中间一些小的这个环节 谈到一些小的质变 然后他整体呢 就勾勒出一个大的可怕的经济的前景状况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点啊 总结起来的话呢 整个前三个月啊 中国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个四个质变呢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 就是内政的混乱 习近平真正实现了 既当皇帝 又要当宰相的 这样一种质变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在全世界的这种存在感 没有人谈论中国了 被边缘化了 哪凉块哪呆着去吧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质变 第三个质变呢 就是外交领域 特别是核心芯片领域 制裁这一块 真正拿出杀手锏 不给你关键设备的维护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第四点呢 就是整个经济 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质变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看到整个中国经济大的 这种崩溃的这种状况 这个就是前三个月吧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 我是觉得吧 真的是挺吓人的 这前三个月 反正可能接下来的第二季度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事情出现 但是今天前三个月的这个变化呢 可能比去年一年整体上的变化都大 习近平现在自己要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经济 我相信往后可能还会有很多 这个大的事情发生吧 到那个时候呢 我再一一给大家进行这个介绍哈 整体这集就和大家说这么多哈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